第五十六集 晚上怎么睡 极可欣在北京待了不到两天就回来了 但是呢 让莫小鱼有点发懵的是啊 这极可欣的一个接机电话 喂 你上午没要紧事吧 极可欣在电话里问道 没事 有事我也得推了呀 怎么着 有什么吩咐啊 你就说吧 莫小鱼很爽快地说道 嗯 我上我的飞机 你来接我一下吧 没问题啊 几点的飞机啊 我查一下 准时的 因为卖了一幅画的缘故 意味着自己很快就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所以呢 莫小鱼心情很好 嗯 但是事情有点变化 那个 我父母可能要跟着过来看看 所以 那没问题啊 老人家来看看你不是很正常吗 一起接你们来就是咯 哦 对了 我回宿舍住就行 莫小鱼以为极可欣很为难 所以急忙说道 还不是看我 是看你 极可欣终于是说了出来 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很多 看我 看我干什么呀 莫小鱼一个没留神 手上的烟蒸地烧到了手 哎呦 哎 都怪我多事啊 找了不少的同学和朋友 终于是把极盛杰那个混蛋给捞出来了 可是这家伙一出来 就把我和你的事告诉我爸妈了 而且居然说我们同居了 你说我妈 哎 算了 别让我再看到他 极可欣此时还很愤怒呢 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况了 啊 那我怎么办啊 要不我回学校躲几天 莫小鱼心想 这下完了 玩成真的了 人家爸妈都要来了 要看姑爷呀 我的天哪 现在莫小鱼连杀鸡圣节的心都有了 你躲什么呀 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就行 他们估计住几天就回去了 那既然是去看你的 你给我收拾的利索点 别邋里邋遢的 知道吗 极可欣说到这儿啊 居然脸红了 看看四周 只看见自己的妈妈在看自己 又赶紧回过脸 去继续给莫小鱼打电话 极可欣对莫小鱼 都是命令式的 那这次呢也是一样 没有商量的余地 那莫小鱼无奈的挂了电话 莫小鱼把极可欣 给自己买的那些衣服 给找了出来 煞有介事的 站在镜子前啊 打扮了一番 确定啊 这个形象 还是可以见极可欣父母的 这才放心的出了门 那其后呢 又接到了极可欣 发来的一系列短信 都是告诉莫小鱼 怎么应对她父母的 包括读大学几年级啊 学的什么专业 现在学的怎么样了 家里什么情况 等等等等 甚至还有关于 什么时候结婚之类的 一一教给莫小鱼 怎么去应对 莫小鱼在忐忑当中 终于是迎来了 极可欣三人 极可欣的父母啊 都是慈眉善目的老人家 而且呢 已经退休了 莫小鱼一看 极可欣三人出了通道 赶紧迎了上去 看着莫小鱼 这小伙子长得还不错 但虽然配自己的女儿 还有点不足 但是呢 自己女儿这么大了 好容易找一个 可以让他们见见面的 老两口啊 其实已经很高兴了 爸 妈 这就是莫小鱼 小鱼 叫叔叔阿姨就行 叔叔阿姨好 叔叔阿姨 路上还顺利吧 来来来 我来我来我来 莫小鱼赶紧接过了 极可欣手里的行李 老头拉着一个拉杆箱 累不着 你好你好小鱼 还得麻烦你过来接一趟啊 老头笑笑说道 老太太呢 没吱声 一直是暗暗观察莫小鱼 莫小鱼虽然心里忐忑 但是这也没办法 这上了贼船就得跟贼走 这极可欣算是把自己的 一步步都算计到了 先是算计到了床上 现在又算计自己见他爸妈 那只要这样下去 那很快就会算计到生孩子了 这和自己的计划 完全不同啊 叔叔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咱们车上说吧 好不好 车就在门口 莫小鱼一边开路 一边回头和老头说着话 极可欣的父亲 叫姬正初 她的母亲呢 叫耿月兰 都是中学老师 现在呢已经退休了 在家闲着没事啊 整天琢磨的 就是自己这个闺女 该怎么办 之前介绍了多少人了 人家见都不见 嘿 现在居然有了人了 老两口啊 死活都要来看看人家怎么样 果然呢 这老头啊 比老太太还着急 一上车 就开始对莫小鱼 进行盘问了 就差祖宗十八代没问了 极可欣 虽然没说话 但是时刻留意着 车里的谈话 感觉到自己 交代莫小鱼的话呀 这问的差不多了 事实的制止了 姬正初 爸 你今晚的飞机回去吗 姬正初一愣 不明白自己女儿 到底什么意思 哎 小鱼在开车呢 您看看这高速上 多少车呀 她一边开车 还得跟您聊天 您没见我都没说话吗 极可欣说的是理直气壮 老太太也示意 自己老头子不要再问了 哦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没注意 叔叔啊 没事 我开车技术还行 莫小鱼说道 姬可欣生怕 莫小鱼一张嘴啊 再把自己开过黑车的事 给说出来 急忙说道 技术好 也得集中精力开 车上不是你自己 还有我爸妈呢 姬可欣不愧是主持人呢 三两句话出去 谁也不得罪 那只是呢 没人再敢和莫小鱼说话 他们一家三口啊 倒是聊得热乎 莫小鱼突然觉得 嘿 自己还是个司机啊 五十公里啊 很短暂 不一会儿呢 就进入到市区了 看着繁华的街道 急正出 打开车窗 说道 呦 这里的空气 比北京湿润多了啊 哎呀 怪不得 可欣不想回去呢 现在啊 正是秋造的时候 北京都开始干燥了 哎 爸妈 我呢 明天要上班 小鱼呢 要上课 你们能自己玩吗 极可欣说道 话里话外的意思 很明显 我们都很忙 你们赶紧待几天 回去就得了 没人能陪你们下溜 你呢 就不用管我们了 你们做好 你们自己的事 就行了 老太太 倒是很想得开 叔叔阿姨 你们不常来 还是多住些日子吧 我只要没课 我就带你们到处玩玩 其实唐州还是有不少地方可以玩的 莫小鱼客气了一句 哎 看到了吧 小鱼都说了 可以陪我们玩玩 可欣你忙你的 好不好 不用管我们 有小鱼呢 老头啊 倒是给杆就爬 莫小鱼看不到 极可欣在他背后 狠狠瞅了他一眼 这小子是不是没脑子呀 瞎客气什么呀 回到家里以后啊 莫小鱼趁着极可心 带着他母亲看房子的功夫 想回学校 但是没想到 姬正初啊 死活不让他走 还说了 哎 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 算是团圆饭 小鱼心想 这你们一家是团圆了 我在这里多尴尬呀 尤其是 这晚上他怎么睡呀 小鱼 小鱼 小鲍 oppression